上期我们谈到 泰勒在几个实验中发现 木场上空大约1700米高度 存在高度辐射能量 也能提出木场地下存在虫洞的想法 也就是说 上空的辐射能量是来自地下的虫洞或时空门 为了证实假设是否存在 泰勒等人从天空转向对地底的探讨 他们计划了两种不同方法 对木场地下进行勘探 第一种是探底雷达 就是将无线电波向地底发送 电波会从任何固体物质或结构上反弹 第二种是电阻率检测 可还没等开始工作 批行者木场特性再次显现 博安手机的数字键突然不受控制地跳动 就在这时 他们发现探底雷达的电量突然只剩下一半 不过还好 这个电量不影响探底雷达的工作 而另一组人也开始了电阻检测 过程相当顺利 最后他们得到了一张原始数据图 除此之外 在另一边的二号木场也做了雷达探底 从数据图来看 发现地底好像有一处管道的东西 而且深度不到两米 奇怪的是这地底的物体和废弃的水井 似乎在同一条线上 在里面装慢了东西 可能是你水或者什么的 可能是 看起来很糟糕 但是它有臭味 所以里面有东西 是的 我不知道我是否想说出来 但我觉得 嗯 我也不知道 我头有点痛或者有什么情况 我开始头痛和恶心感觉 可能是漆味 可能是美军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 所以我们回到有更多空气流动的道路上 我不确定是什么 但我意识到 你知道我口袋里有这个机量级 好吧 也许我们应该检查一下 1820 那是1820多点 那很高 那很高 现在是我刚被美妙 1820的肤射集中 这就像在机场接受 20千次全身X光扫描 这是法律每年允许的5倍 这个地方不安全 我们赶快离开这地方 好吧 第二个家园发生的事情 真的让我震惊 然后第二天我注意到我手上 河头上有奇怪的红色半点 我去看医生检查 他确认这些湿腹射烧伤 我现在没事了 但我真的很机器 想知道我们的地下雷达扫描的最终结果 看看是否是地下的东西引起了这个 几天后 他们把探底雷达得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图中显示出很多条弧线 根据专家称 造成这种图形的原因可能是 在地底存在着巨大岩石或者隧道之类的东西 然后泰勒把每个弧形的顶点连成一线 没想到得到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图形 那图形竟然是一个巨大的结形结构 经过测算 该结构的长度达到了惊人的300米 他就在地底大约5米深的地方待着 大家都对这测算结果感到异常兴奋 每个人都想马上知道那巨大物体是什么 跟飞碟有关系吗 为了寻找答案 有人提议挖掘 但因此触犯牧场的禁忌 所以大家都争论不下 最后他们打电话给老板福格尔 福格尔在听说这起事后也是非常兴奋 他最后决定挖掘以找出答案 但挖掘前必须做好安全措施 于是泰勒等人按照福格尔的要求 开始加强牧场的安全工作 比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 以确保整个牧场能被无死角涵盖着 然后找来专家对二号牧场 做了一个全面的辐射检测 可奇怪的是 之前泰勒遭受辐射的那个随紧 这次却检测不到有任何的辐射 为了让大家心安 他们还请来当地一名印第安警师 在该地进行了祈福仪式 过后 泰勒团队认为已经做足了防范措施 便请来挖地施工队 不过施工队不是直接开着挖泥机挖地 可能对牧场的禁忌还是有些忌惮吧 他们先在二号牧场进行转孔取样 却没有发现任何辐射现象 于是便开动转机往下猛转 不久后 转头忽然发出一声异响 似乎转到了非常坚硬的物质 无法再继续往下转 只好把转头拔了出来 从取得到土壤样本 可以看出 他们只是转到了沙岩层 随后 他们又对几个地点进行了转探 结果都是一样 就是转到了沙岩层 无法往下转 最后他们得到的结论是 之前那个300米长的碟形结构物体 其实很可能是一块巨大的岩石 2019年8月20日 有人发现一只母牛突然死在了牧场里 派了团队接到通报后赶到现场 可是 当他们查看母牛尸体时 却没有发现任何野兽失咬的痕迹 正当他们感到差异时 手机突然发疯般 无法控制地在静音和震动之间来回切换 不仅如此 他们拿出电磁仪检测时 发现现场存有大量的辐射 吓得众人赶快离开此地 之后 泰勒找来兽医对死牛进行了解剖 结果发现 母牛是猝死于某种外在压力 而不是病死的 兽医的结论 让泰勒等人感到不寒而栗 难道还有外在力量在干涉 于是 他们马上把这母牛事件通报给福格尔 福格尔知习此事后 找来一位资深UFO研究专家林达 他也是对牛被肢解现象研究了25年的专家 当林达查看了牛的尸体后 便问泰勒当时是否出现电子设备异常的现象 他解释说大多数牛被肢解事件现场 都会发现电子异常现象的 果然不出他所料 然后他们也带林达去看养在铁丝网里的羊驼 两只现状良好 但林达看了后便问 这种露天的铁丝网能防止来自天空袭击吗 这句话惊呆了所有人 因为大家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林达表示 他曾调查了无数起肢解事件 发现牛被肢解现场没有留下一滴血液 这并非人力所能办到 所以这很可能和外太空的外星人有很大的关系 而他这个说法随后得到了证实 就是当他们一行人回到指挥中心 艾里克查看了所有监控摄像拍下影像时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 某牛暴毙的原因 我讲放大看看 那就是我们发现牛尸体的地方 那个黑色的物体是牛吗 对 牛就在这里 看啊 现在牛开始想站起来 嗯 我会很慢地一阵一阵地做 而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它正在发生什么 大家有看到了吗 牛突然抬头要站起来 似乎看到天空有什么东西 哇 哇 火机 快看那个 看看那个 现在书上方出现了一个物体 而且就在牛一动站起来的时候发生的 而且速度非常快 一正时间就移动一大段距离 就是牛抬头的一瞬间 那头牛在那一刻做出了反应 那一个物体出现在牛上方 牛正在反应 是的 接下来 在工作会议中 汤姆说去年他在二号牧场附近发现了一处坑洞 他突发奇想想以灌水方式来估算坑洞的容积 就这样灌了三个小时的水才把坑洞住满 谁知不到15分钟 坑里的水就流光了 也不知流去哪里了 泰勒门听后也对这坑洞感到很好奇 于是他们马上动身去寻找这坑洞 不久后在二号牧场附近找到了他 当时洞口堆积树枝和杂草 他们把它清除后 便开始往里面灌水 同时将一种无害的绿色染剂混在里面 以便知道这些被染射的绿水最后会流出哪里 当灌住了大约4万5千加仑的水后 他们开着车 以便操控无人机观测附近的水塘和河流 结果找了大半天也没有发现任何绿水流出的迹象 就连转探的地底岸沟里也没发现任何绿色染剂 这也就是说 在牧场地底下还存在着一个至少能吞噬4万5千加仑水的巨型洞穴 于是他们想挖开洞口看看里面的状况 几天后他们找来了一台小型挖泥机 可是刚挖开没多久 保安人员发现他的手机突然自己解锁 然后不受控制的在各应用程式间不停切换 甚至似乎在尝试拨打911紧急电话 泰勒对此感到无比震惊 他说就算美国国家安全局人员也无法瞬间破解苹果的加密技术 所以这并非黑客或是人类所为 不过这个小干扰没有影响到挖掘工作 当挖泥机挖到极限深度时 出现众人眼前一幕却让人出乎意料 因为坑底并没有之前设想的洞穴 反而是大量粘土 但是粘土是具有毒水性质的 既然这里存在大量的粘土 那么暗里应该是能把水堵住 是4万5千加仑的水不容易流失才对 那水去了哪呢 众人都一头无水 几天后 有一个叫莱恩的民间研究员来到了牧场 他向泰勒团队讲述了自己在这牧场其一经历 他说他有一次在脾行着山林摄影时 看到了不明飞行物 当时那个看起来像一个透明光球的不明飞行物 直接朝他飞来 吓得他丢下相机撒腿跑 就实现的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随后莱恩带着泰勒团队来到了山林附近的一块巨石 莱恩说他当时在这里摄影时 就发现这块巨石上面有奇怪的符号 泰勒等人仔细观察一番后 觉得巨石上看起来只有几个简单的符号 不过下方的符号看起来和北斗七星惊人相似 上方的则更像是天龙座 另外符号旁边还有一个三角星图案 这让他们想起了谢尔曼质子史蒂文 曾经提到牧场上空出现过一个三角星传送门 两者会不会有关联呢 而那幅言话是否说明天龙人曾到过这里呢 随着泰勒团队的牧场调查越来越家喻户晓 住在牧场附近的居民希克斯也举家登门拜访 希克斯告诉泰勒 他们已故父亲生前是个物理教师 也是研究不明飞行物的爱好者 只要在这里盆地发生不明飞行物募集事件 他都会登门拜访 并详细地记录在案 现在希克斯把这本难得的调查资料交给了调查团队 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而且其家人还提到 他们的父亲在90年代初 曾经来到这里调查一起牛肢解事件 他来到现场时 发现指南针不停地摆动 那只为肢解的牛的眼球和生殖器官被切除 但伤口极其平整 就像是被手术刀切割过一样 也没有看到任何血迹 所以这绝不是猎食动物所为 最后他们对台了展示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并说照片里那几根黑色棍子 是他们父亲当时在现场试到的 后来他把这些棍子交给比格罗 比格罗团队对这些棍子也进行了一系列实验 最终发现这些黑色棍子 无法切割 无法融化 而有传闻说 这种黑色棍子可能是不明飞行物丢弃的产物 有可能是某种能量电池之类的东西 当泰勒听后 猜测这些黑色棍子很可能是超材料 超材料是一种人造的特殊物质 不存在于自然界中 现在应用范围极大 现在应用范围极广 比如光学 衣疗 航天工程 甚至还包括隐形技术 当希克斯一家离开后 泰勒成功联系上了 比格罗调查团队的一员 约翰·亚利山大 他也是美国陆军特意上校 泰勒等人认为上校的话值得信任 上校告诉泰勒团队 有一天他在爬上山岭观察地形时 突然发现山下有个光球从地底转出 并迅速膨胀成一座巨大的光球 随后就消失在空中 而那个光球出现的地点就在二号牧场附近 上校还说 在某天深夜 他与队友又在树上发现了奇怪的东西 于是当即举枪射击 那个东西应声掉下 但却消失不见 第二天一早 他们在树下积雪表面 发现了一个三指形状的猛禽类足印 可是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和尸体 最后上校认为 牧场上出现的这么多怪异现象 可能是因为这地方是个多维线式交叠的特殊区域 当不同的维度交叠时 神奇的现象就会出现 当两个维度相互分离 现象也会随之消失 泰勒认为上校的想法和他的虫洞理论 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泰勒印象到 团队之前做过激光实验 当时激光突然一分为二 当时他们以为是30到白色石子反射造成的 现在想来也有可能是虫洞周围的引力造成激光折射 为了验证这想法 他们请来两个雷射专家安装了一个巨大的雷射阵列 准备对山林进行造射 看看会不会再发生折射 当晚激光阵开启后 差时牧场上空激光飞舞 然后他们把激光调成一束强光柱 造射在曾经发生过折射的山顶上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任何折射现象 接着他们光柱对准二号牧场的房屋旧纸上 看看会发生什么 就在这时泰勒突然闻到了一股怪味 同时艾里克腰部的探测器也检测到某种强烈的电磁信号 他们赶紧呼叫保安 让他查看热成像仪有什么变化 保安回复说 除了他们头顶上方区域的温度稍微高之外 其他正常 泰勒等人立刻抬头看天空 却没发现可疑的现象 虽然这次激光实验没达到预期的结果 泰勒却不放弃 几天后他请来了一个激光雷达专家 准备对二号牧场房屋就职做一个全面的扫描 专家带来了一种手持的雷色扫描仪 只要拿着它走动 扫描仪就能创建极为精确的3D数据 随后专家和艾里克在房屋盒周围进行扫描 然后专家把扫描资料导入了电脑 很快 他们得到了一张二号牧场房屋就职的3D图 只见房屋盒周围树木的轮廓都清晰可见 但却偏偏没有屋内的场景 专家说 他清楚地记得他和艾里克有拿着小描仪进入房屋内部 但不知为何会出现数据丢失 这样的情况他从来没有碰到过 这灵异事件让泰勒想到可能要用非科技方式 来研究这二号牧场旧屋的秘密 没多久 泰勒请来了一个犹太教牧师 据说这牧师拥有超能力可以和大地之灵沟通 牧师认为有一个古老精灵把二号牧场老仔当成了自己的家 他存在一个人类看不到的世界 也就是另一个维度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牧师愿意尝试与这大地之灵沟通 就在这时泰勒看到天空中出现一个形状像球的不明物体 闪烁一会就消失不见了 就在太阳下来 就在那个天空的一部分 你看到了 对吧 又在那里 又出现了 它又消失了 而且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 过后他们驱车前往第二牧场 牧师选好位置后 众人开始在周围设置各种装置 以记录任何可能发生的奇异现象 这时天色已暗下来 牧师带着头灯开始背诵经文 这时泰勒注意到热成像仪的荧幕上 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上面的树似乎变得很热 下面的房子和地面却变得很冷 为了验证这个现象 一行人开始朝老宅走去 果然一走到屋前 他们就感到好像走进冷气房一样 但除了温度差外 却没有发现其他异样 大家都对温度急降感到困惑 而艾力克建议回去观看 摄像机拍摄到的影片 看看能发现什么 果然 当画面来到温度急降的地方时 众人注意到荧幕下方 有一个移动的不明物体 从荧幕底部一闪而过 而且颜色是深紫色的 也就是说 这物体的温度非常低 显然不是普通的物体 为了找出真相 隔天晚上 他们又来到二号牧场老宅 并架起监控设备 然后播放了牧师永送经文的录音 不一会儿 诡异的温度现象再次出现 他们进屋查看 发现不久前放置的温度计 已经换了位置 放在门外的温度计保持原样 但是在屋内的温度计 原本放在窗檀上 现在它已经摆在地上了 突然 汤姆往树林跑去 并大喊 他看到有东西在动 闻讯 大家也赶紧追了上去 最后 他们停在树林前 汤姆说 他刚刚看到一个白色物体 在树林里移动 然后转进灌木虫里消失了 汤姆说 那绝对不是动物 因为那东西会发白光的圆形物体 而且白光会闪烁变暗 跟着第二天 埃里克在监视器录影中 发现了异常 昨晚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监视器拍到 山岭上的天空忽明忽暗 闪烁着光芒 这和他们去年在野外观察时 所看到的现象是一样的 这样看来 墨师送读的经文 的确引发了一些异象 就在这时 汤姆的手机上发出讯号 似乎有东西正在入侵牧场的网络系统 他们赶紧查看品谱分析画面 发现牧场被一个未知讯号覆盖 泰勒认为 这种品谱讯号绝非自然产生 而是人为的 泰勒跑回自己的车厢房 因为他不久前安装了一个 用来检测未知讯号来源的天线 很快天线把讯号源定位在西南方 但这时汤姆突然身体不舒服 赶紧驾车离开现场 与此同时 泰勒也感到自己思维陷入迟钝空白状态 布莱恩文逊连忙赶来 迅速地把泰勒安置在 早前准备好的一个电磁静默密室 泰勒在里面待了一阵子后 才恢复正常 过一段时间后 而外边的讯号也慢慢消失了 这次事件让他们心有余悸 可让人不解的是 除了汤姆和泰勒 其他人都没有受到讯号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 泰勒计划进行什么实验呢 他找到谁在用肤射干扰他们了吗 二号目长久五的秘密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下期分享 好了 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对我们的影片内容感兴趣 可以分享出去 并按下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那一影片更新时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谢谢啦 谢谢大家